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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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已經很晚了耶 我今天我稍微看一看 然後我就關了 對你是第一個 我今天真的在 劇場遇到了幾件 特別倒楣的事情 我感覺今天一整天都很不順 今天的MC好棒 今天是 大MC還是 大MC還是小MC 我擦個口紅等一等哈 哈喽 晚上好好晚了你們居然都還沒睡 擦到上面去了救命 MC我好嚴 確實 因為當時你是說那句我恨你嗎 笑死我了 啊對想講一講 你知道今天首先講第一件很很倒楣的事 其實不是第一件按照時間順序來講這應該是最後一個 今天的最後一個 就我今天到最後結束的時候他們都走了嘛 然後我就開始 就是 就準備也跟他們一起走 準備上車出發回中心 然後突然發現我的手機不見了 然後我就上了下來會找好多次都沒有找到我的手機 然後最後就感覺得有點心態崩了 因為其實今天一整天都不是特別開心 然後然後回去的時候就發現 就是他們 我同期兩個朋友都走了嘛 然後我就問一下我老師說能不能給我打個電話 然後打電話了之後發現我手機要不開的靜音還是什麼 反正也沒有聽點 後來我上車了已經放棄尋找了 我想到時候要不讓劇場阿姨幫我找一找 反正我那邊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手機 先暫時用下一個新的手機到現在都沒有拆 我這扶了我自己了 然後 後來他們有前輩跟我說不行 你手機還是趕緊去找一下吧 然後很感謝張老師跟張燃陪我去了一下 就回陪我回去了一下現場 然後你知道最後那個手機 張瑞銘找到了你知道在哪嗎 就是 就是劇場王後台不是有那種桌子嗎 我應該是放在那個桌子上了 然後放在桌子上之後不知道被誰撞下去了 然後就撞到了那個桌子的那個 底下的那個縫隙裡面 就真的反正換我是覺得找不到 太絕望了 今天暈得挺好的 我看了一下也覺得拍得還不錯 嘿嘿開心 半夜好 哇這個打招呼 午夜好 對就很絕望 還有就是還有想跟你們聊個事 就想知道有沒有前輩跟你們吐槽過 有沒有前輩跟你們吐槽過 劇場的一個阿姨我都 我不是特別敢講其實 就今天有一丟丟的迷惑 我今天真的被說有點不開心 能講嗎 要是不能講我就不說了 是嗎真的被吐槽過無數次嗎 那我那我講一句吧 沒有說他不好的意思 就是我自己真的很不開心 嗯 今天今天我不是本來說穿那個裙子嗎 就是沒有沒有沒有說他不好的意思 我就單純陳述一件事實 就是也可能是我的問題 也可能是他的問題 只是講一分享一個不是特別開心的經歷 就我今天不是不是說想穿那個就是 畫M裡面不是有那個那個大概是橘色的那個裙子嗎 然後我就問那個阿姨說 阿姨那個橘色的那個裙子有沒有 我就說第三首歌那個橘色的那個裙子有沒有 然後他一開始說什麼橘色的裙子 然後後來我又說 嗯就是第三首歌的那個裙子 第三第四首畫M的那個裙子 然後反正他聽了很多遍都沒聽懂 後來我就跟他我不知道我怎麼解釋就跟他解釋 然後他就懂了 然後他說啊那個裙子 然後說那個不是黃色的嗎 然後我就然後他說了一下 就是又指了另外一件另外一個阿姨的衣服說 那個才是橘色就是用比較差的態度跟我講的 其實不是我現在的語氣是一個非常兇的語氣 然後我就說了一句啊那個難道不是黃色的嗎 然後然後你知道那個阿姨就繞到我後面來 就非常諷刺的說了我一句說 我懂了這個小姑娘她永遠只覺得只有她自己是對的 反正我當時就挺那啥的 就是那個阿姨對我說壞的態度真的就從來沒有好過 我也不知道說錯我也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 反正就是她對我的態度就一直非常非常非常的差 然後我之前有一天我就沒忍住 我就跟她講了一句說阿姨你能不能講話不要那麼兇 就是能不能好好講話 我感覺可能是因為那一句話導致她後來對我越來越兇 晚上好呀 然後我今天真的就整個心情就不是特別好 然後後來可能就是因為心情不是特別好 然後後來後來原一起前輩就是生日公演 她不是有個生日祝福環節嗎 那邊聽別人講我都聽哭了 就感覺其實也挺有感觸的 就是能想到很多自己的事 就是我覺得嘛尊重是互相的 就我尊重你建立在你尊重我的基礎上 就我覺得沒有必要講什麼 這種話真的真的感覺劇場阿姨就是 就那一個阿姨真的對我的態度簡直了 我都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會讓她這麼討厭我的這種感覺 好的我們換一個開心的話題 今天我可能就開到一點一刻 我打算等會去拍個小視頻 關鍵是我覺得就是我對你的 我一直都是很尊重的語氣跟你講話 你為什麼要用那樣的語氣跟我講話呢 然後她用那樣的語氣跟我講話 我就嗯 就是我都開始生氣了 然後我也不可能怎麼樣 拍一會會就睡 就很快的 錄個舞 Hello晚上好 不是晚上了 午夜好 今天我想想 今天UNIT我們穿的是原來的那套衣服 所以跟上次UNIT的衣服好像還不太一樣 好的晚安晚安 我感覺我今天穿的太晚 我今天開的太晚直播 因為主要剛剛本來我想先上去拍一下 結果我手機沒電了 然後我下來充電了 哦還叫了個外賣呢 外賣裡有個冰淇淋 它可能要化了 不過沒事我等會就下去了 你都睡醒了 天吶 今天我們公演結束就已經停完了 時差檔直播 你們都在國外嗎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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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今天這個髮型你們覺得咋樣 我覺得還不錯 其實 謝謝三指兩彎雕塑送的一元棒 啾啾你也可愛 你們都可愛 你們都可愛 反而 帽子還是本體笑死了 哦有美術生的感覺是嗎 哦確實好像是哦 誒對哦 這麼一說覺得好有道理 就有那種畫畫畫家的感覺 哎呀天吶 我們今天那個 你知道今天那個unit是在後台的時候 老師給我打電話突然讓我上的 我毫無準備 對 在明天普攻也不錯 你可以看看 我今天unit有一個二號位 還是蹦蹦蹦的 蹦蹦蹦 在學校乖乖穿笑不要去畫畫的小畫家 啊我好希望我真的是一個畫畫特別好的人 我也覺得今天好神奇 今天鏡頭都還挺好看的 這次和上次的鏡頭都還挺好看的 沒事不急慢慢補 今天整一個公演都有被感動到真的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很淚目 就尤其是聽他們下面喊前輩的call的時候 喊了好幾分鐘那會兒 就是還挺感動的 我看到這個 啥呀 啊布丁狗的嗎 對 很可愛 你在屏幕前老公老婆兒子女兒的亂喊 是不是你塞那盒的一百個推 我看他們 哎我想說啥了 這突然忘了 終於 網上好 吃粛穿 換VV可塵 剛剛在看我社友直播 你剛剛直播過嗎 嗯 你就我一個推 我才不信嘞 晚上好呀 哎 今天到今天最後真的太射死了 就全員看著我找 也不是全員 看著我沒趕上車 然後準備找手機 端午安康 你們你們都吃了什麼粽子 我今天早上特別有儀式感 雖然今天 其實不是今天是昨天 我昨天早上特別有儀式感的 點了一個肉粽 但其實理論上來講呢 還沒有到端午節那個時候 謝謝Simon送的吃粽子 你們都喜歡吃啥 你們都在翻牌裡問我說我喜歡吃什麼餡的 我現在來反向問一下你們都喜歡吃什麼餡的 好傢伙你玩你玩創造101呢 三大可101 鹹蛋黃肉粽 鹹蛋黃肉粽 鹹蛋黃肉粽是那種最近新貨的吧 我也喜歡鹹肉粽 我小時候特別喜歡吃甜的 就是什麼蜜枣啊 豆沙的 還有那種蘸糖吃的白粽 然後最近就開始喜歡吃肉粽了 就不知道為啥 鹹甜雙冰不會很奇怪嗎 真的嗎 鹹甜雙冰不會有一種 就是很怪怪的感覺 鹹蛋黃永遠的神好嗎 鹹蛋黃不管在什麼配都好吃的 鹹蛋黃薯片都很好吃 我覺得鹹蛋黃只有一樣東西是采雷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那個海底撈的鹹蛋黃油條 建議你們去嘗試一下 那個真的很采雷 就是當你油條 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很油的東西了 然後當它在跟鹹蛋黃結合起來 那個真的太難吃了 真的太難吃了 難吃到我想發100條微博控訴它的那種難吃 我真的 怎麼會有人發明出這種東西 就是 我感覺鹹蛋黃正常 不管跟什麼結合 對鹹蛋黃魚皮也還不錯 就是鹹蛋黃不管跟什麼結合都還行 就除了海底撈那個油條 關鍵是我本來很喜歡吃海底撈那個原味的油條 就是可以蘸那個番茄鍋吃 然後蘸那個湯就很好吃 結果它後來那個直接下架了 然後變成了什麼鹹蛋黃油條 我的媽我當然咬了一口差點沒有那啥出來 太絕望了 鹹蛋黃雪糕 還可以吧我覺得 潮汕的鹹甜雙拼超棒 可以去問林南賢北 他是潮汕人嗎 我也想到我買的那個冰淇淋還在樓下 不過沒有關係 那個冰淇淋是那種就是不知道你們有吃過那個夢龍的那個一小杯的那個 然後上面是巧克力 要等它稍微壞一點才能用 比如說什麼勺子什麼把它砸開 然後才可以吃 難吃到語速起飛 我猜你網絡已經卡一定卡了 這已經是我好幾分鐘前講的話了 哦對 然後跟你們說我那個 我那個拉票公園我已經找老師編舞了 然後呢 我現在真的很糾結 就是我到底要表演幾個節目 因為其實我想換大概就是 就是我想大概有三 能展示三種風格 但是如果我想這樣子搞的話 就可能會導致我的時間非常的緊張 然後就會有一點 嗯 有一點慌 然後我就在糾結的是穩妥一點 搞兩個風格呢 還是 還是 就是按我所想的搞三個風格 其實我真的很想 準備三個節目 但就覺得有點來不及 對換兩次衣服 但關鍵是還要講話嘛 那除非我講話講特別快 就乾脆 用我的語速就這 不是但我真的很想就是 反正一個元氣的舞 跟一個比較性感一點點的舞 是肯定要跳的 然後我是在糾結的是要不要唱歌 但我覺得其實相比跳舞更擅長的是唱歌 如果不唱歌就很不划算 以後還有機會展示 我覺得唱歌這種東西很難在公演上有機會展示吧 錯過POP是又要等一年 等下一年的拉票公演 最后唱你是說在講話的那會唱嗎 下台換衣服時不關麥 真的假的 笑死我了 第一次拉票不要想太多 一邊換衣服一邊唱 你們 我總覺得你們都好奇怪 太奇怪了 吸引人內容太多來不及直接按燈 意思是時間到了直接把燈滅掉 是這個意思嗎 或者我想的還有一種辦法就是 我在我在 就是講話的時候 我講到最後的時候說 就是 再給大家唱一小段 就輕唱一小段 但是這個方法呢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萬一 不行我覺得唱歌路程轉場小視頻 就沒有意義了 就是要現場唱才有意義 就你路程轉場小視頻可以修音啊 就沒有意義了 這種東西肯定要是現場唱 就是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我到時候在拉票的結束的時候 在講話的那會兒就是 講完話之後我就跟你們說輕唱一小段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時候情緒會有點激動 他唱不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到時候看吧 拉票詞唱出來 啊這 我反正我在想 如果實在不行 我就自己講話快一點爭取一點時間 笑死我了 我拉票的時候有點想 有點想帶這個帽子 然後劈頭髮 然後然後有一個舞就是想 搞的稍微稍微稍微 稍微跟我平時的外型反差大那麼一點點 然後為了這個舞我可能還得想辦法瘦一點 不然沒法穿那麼那麼那麼展示身材的衣服 對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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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什麼呀天啊 其實你最後幾分鐘八倍速演講 其實你最後幾分鐘八倍速演講 八倍速演講 也是個啥 就是那種有一點點 就是 哎呀怎麼說呢 就是有一點點小調戲的那種舞吧 但是呢 陷於身材外型的缺陷 不太能展示出這種方面的內容 但其實呢 我跳舞呢 就是我個人跳舞 就是跳舞 說跳舞本身 我是比較適合跳那種舞的 因為我小時候覺得拉丁舞 就是需要那種扭來扭去扭來扭去嘛 然後但是呢 我的身高啊身材啊外型啊 就各方面啊都不是特別適合 然後呢 但是又想搞的稍微反門差一點 雙馬尾炸彈好可愛 你今天有去現場看嗎 還是你只是在外面站了一下 我今天那個炸彈還是被老師臨時拉上去的 就是我之前有看到過一個說 有一個什麼心形變美思路 就是假如說你在可愛風裡面一直走不出圈 就是一直一直不能特別出彩的話 你可以考慮帶著你的可愛去另外一個風格 就是偶爾帶著你的可愛去嘗試下另外一個風格 就在另外一個風格裡面稍微可愛的美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懂我的意思 今天是屏幕檔下週兩場到時候都有票 今天的票應該很難搶吧 今天的票我感覺是不是應該都是 圓一起前輩的粉絲搶的 沒有票只是去了嘉心路好吧 感覺今天的票應該是特別難搶 那不是搞笑節目怎麼就變成搞笑節目了吧 你在說什麼呢 怎麼我跳性感怒就變成搞笑節目了呢 怎麼在搞笑呢 你們到時候要是 你們不會看著我笑出來吧 我天 今天是因為晚上有事所以買買票 這樣子 好的知道了不是因為你搶不到是因為你有事 啥玩意啊我跳性感瘋的舞就是搞笑節目嗎 你去看我之前B站也是發過的 看我跳花間酒嗎真的是 謝謝優然健男生送你一個巧克力 啊造也不必 就特別好像我之前有跳那種性感瘋的舞 我就很希望別人能誇我一句 啊你真好看你好妹啊或者怎麼怎麼樣 然後結果我我那個花間酒的那個原本的標題是 又醇又郁巴拉巴拉 後來好像被我改掉了 然後下面的那個點贊很高的一條評論是 我只看到了醇沒有看到郁 謝謝貼選楊雨昕的音樂棒 今天票是上週二全場競架 不需要搶錢到位就行了 嗯真不錯 哦可愛的吊戲會感覺很搞笑 就就穿著雙馬尾扎最蘿莉的雙馬尾 就跳最性感的舞是吧 謝謝貼選楊雨昕的巧克力 神魂電腦也可以試試 神魂電腦太簡單 我沒有沒有說這個沒有罵這個編舞的意思 我只是說就是如果作為拉票勾演來跳的話 可能會有一丟丟的boring 不過我們之前考核的時候跳過神魂電腦 謝謝逗他玩的一個吃粽子 我想我想等會上去錄一下噴上心動 發個抖音或者發個b站 就我在糾結要不要發b站 如果我跟你們講一下就是 嗯怎麼說呢 就只是用手機這樣簡單的拍一下 你們能接受我發b站嗎 還是只能接受我發抖音呢 就我怕發b站他們會覺得這個質量有點差 就是我打算只是拿手機這樣拍一下 就不是拍一個正片 但是我又覺得吧 b站上也應該發一個練習式 就我看他們前輩很多人都會發練習式 好吧那我就發b站吧 如果發b站的話那我明天中午發 對我就 其實我還挺喜歡就是那種 扎最容易的雙馬尾 然後跳最性感最猛男的舞的那種 還就是他們那種黑田風 就是雖然我感覺這種風格 經常會被嘲諷成非主流 但他其實不是啦 就是那種又酷又甜 就是比如說你穿那種純黑色的JK制服 但是他上面的領結呢又是粉色的 然後你又扎著雙馬尾 然後又換那種最辣妹的妝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get到我的點 不過 扎最羅莉的雙馬尾 最可愛的雙馬尾 對 練習式 練習式比正片好路多了 你常駐b站 我也是常駐b站 只有用的是 只有要用抖音拍東西的時候才會去抖音 就是 但我肯定不會經常發練習式了 就是如果要發的話 肯定就偶爾發一發 b站上我是指 抖音上的話 練習式應該還比較容易發 因為抖音上我看很多人都是發這種 比較短的這種比較簡單的小視頻 笑死了 要不是為了給你們看我的抖音 抖音我都刪了 你們要不是為了看我的抖音 抖音都刪了 我要不是為了給你們看我的抖音 抖音我都刪了 笑死 我真的基本只玩b站 哦對 然後剛剛我打開b站 b站給我發了一個五周年 就是說我註冊b站帳號五周年 我16年註冊的b站帳號 笑死我了 這可能就是雙向前 所以你們都是看b站嗎 因為不是啦 就是之前因為我自己用抖音 呸我自己用b站用的比較多嘛 所以就是抖音不是特別知道應該怎麼拍 應該這樣講 對其實但是我發現b站上的投稿 不可以直接轉到抖音 就是會有一種 就是你會明顯看這個投稿 就很像b站的風格 包括我在抖音上拍了個小視頻 我也不可能直接把它發到b站 就是會有一種很明顯一看就是 抖音的風格的感覺 就不太在b站受待見 謝謝寶劍和黑衣送的一個玫瑰花 我感覺有一段時間我真的是天天泡在b站 我今天買了bml的票 7月11號買的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去 我現在許願7月11號沒有公演7月11號沒有公演7月11號沒有公演 7月11號沒有公演 不然我的錢就泡湯了 我還買的是很錢的座位 你們有人要去bml嗎 雖然我猜你們應該不會去 就是b站的那個b站的那個線下演唱會一樣的那種 會有很多舞蹈去大部主跟一位去大部主 數屏也會這樣嗎 數屏你是說b站的數屏投稿到抖音嗎還是什麼意思 hello hello 對其實我感覺呢 就是抖音的歌一般都會比b站活的早一點 就比如說最近b站突然開始火那個 Super Idol的笑容都沒你的天 然後抖音已經開始火了很久了 什麼7月11號應該有完成真的假的 不是吧不是吧 我花1580買的票求求他不要搞我 我要哭了救命啊不要啦 買的那個最錢的那個票那個b站的那個bml 你們知道bml嗎 應該是叫bilibili microlink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線下的那個活動 因為我想去看西四 我想去看西四 不是是我朋友幫我搶的票 主要是他想做S牌 因為他有他特別喜歡那種日本的小 日本的明星過來 對吧我也是b站有房的人 然後今年bw他不敢算去了 我都找不到人陪我一起去 我本來還挺想去的 不過今年bw我看一下沒有 沒有我喜歡的人去 是西四炸彈b站舞蹈區的一個up主 我15號去錄 Super Idol的笑容 都美意的天 八月正午的陽光都美意耀眼 日本來的提前隔離兩週 這我也不知道耶 反正就是有他很喜歡的日本來的明星 啊成了一我也知道 成了一好像年齡還蠻小的 然後就很厲害 就唱跳都很厲害 我是那一年我去 前兩年我去看了bml之後 就現場看有被震撼到 就覺得他跳舞好厲害 他好像以前也是出道過的還是怎麼樣 我比較喜歡remix 就是反正也是一個宅舞團 謝謝寶戰和黑音送的10個巧克力 啊我剛本來是開到15的 那我們開到點半吧 一點半 開到一點半我就下播 然後上去拍個攀燃行動 希望能盡快拍完 選秀過好像 哦這個樣子 你們還有看什麼別的b站的up主 哦下一站傳奇嗎 你們也要早點睡呦 我知道那個舞就是 就逃避可恥卻有用 哈哈 紫菜稀稀稀 許揚玉卓真聰明 基本都看鬼出去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有一個啊 普教 哎 我們突然忘了他叫什麼了 就是有一個一夜爆紅 也不是一夜爆紅 反正就是突然長到了一百多萬粉 去年差點百大的 我之前跟他加微信剛認識的時候 他才二十幾萬粉 然後後來直接就一百萬了 太強了 老番茄 我跟老番茄有合照 每年一堆小偶像去bw 機智掌妹 當然知道我之前我朋友 我好像也去 對我還需要過他簽名呢 就是排過他的簽名 應該是去年bw去排了排了好久 然後近距離看就覺得 臉好小長得好精緻 就是本來我看他鏡頭 可能還覺得他臉就沒有感受到他臉有那麼小 然後近距離看就真的 妝化的也好長得也特別精緻 然後臉還特別小 然後我跟他 我當時跟他講了什麼來著 我說 我說檔妹你真人好好看 然後他好像跟我說謝謝 然後還幫我突遷了一個不念長安 嘿嘿 之前百大不足認識的 對他真的很好看 他跟謝安然都還挺好看的 但我更吃倒霉的言一點 而且就是感覺他人性格也很好 對久老師也看過了呀 remix全團我都看過了呀 都要到簽名了呀嘿嘿 對謝安然跟他是好朋友 我跟我跟四姐 啊對我去年去看四姐的時候 四姐認出我 就是認出我來了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你是不是也是在V站做舞蹈圈 然後說你是不是之前還跳過 就是他之前生日的時候 我給他跳了一個fancy嘛 然後四姐還跟我說 就是他媽媽跟他說 就看到了我的那個視頻 他媽媽看到了我那個視頻 然後還跟他說 你看你粉絲跳得好好 就是誇我跳得好 就是這種被偶像記住的感覺 還挺不錯的 你有心安然的拍你得自己拍的好棒 就關注不了太多美女 美女看不完 太真實了 我真的感覺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周圍全部都是美女 很像個巨女在說話 確實 就是很喜歡那 就是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就是你去現場 問你的偶像要簽名 讓他居然記住你了 讓他居然跟你說 啊我之前看過你的視頻 我媽媽還誇你跳舞跳得好 這種感覺天哪 光合理你就看不完 好多美女不認識 我覺得我也有點臉嗎 我之前高中 剛進去的時候 花了兩個月把全班同學的臉 和名字對上 29了 還有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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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追星的人生高峰那種感覺 真不錯 我之前 之前好幾次 我覺得其實我追星一直都還挺牛的 就是經常能見到真人 我以前喜歡樓宇宵的時候 我也見到真人 然後還跟他講話了 然後還問他壓了簽名 然後 我喜歡夢魅奇的時候 我也去現場看過他了 我喜歡許松的時候 我也去聽過了他的音樂會 就感覺每次都是能見到人的 那還不錯 然後現在自己突然來了一個全市 小偶像的地方 人生追星巔峰 太適合追星了這女的 好適合追星一女的 你也見過樓宇宵和夢魅奇 等到你們來見我了 來歡迎歡迎 你是啥時候見過的樓宇宵和夢魅奇 我們不會是我們不會在 時間的就是歷史的某 長河的某一個點上 我們的人生軌跡不會還有一個相較的地方吧 你是在啥時候見樓宵和夢魅奇 我也是很早以前喜歡的樓宵 很早很早以前了 當時還是在貼巴上追他的 那個時候百度貼巴樓宵貼巴 一直在那個貼巴上玩 BW會去嗎 我想去但是我想拉個人跟我一起去 然後之前一直陪我去BW的那個朋友 他今年不想去 因為他沒有看到他喜歡拉不住 所以BW你想去嗎 8月份吧我估計 7 8月份 樓宵我之前是他有一次拍戲 我去探班了 然後張二人他肯定不會喜歡這種東西 張二人一天到晚說我二次元 然後我跟他說我不是二次元 然後張二人一天到晚就說我二次元 就是 嗯 樓宵我是之前有探班去過一次 然後他那個音樂劇我也去過一次 然後孟魅奇我是之前出道的時候 就是6月23號 哎馬上又要623了 他們解散都快一周年了 BW在總選之前嗎不會吧 那不會真沒時間去了吧 張月明你確定他會去漫展你想像一下他去漫展 我也是火少出道演唱會見的 我出道演唱會的時候我在現場 吳老師可能會想去 我之前出道演唱會的時候我在現場 嘿嘿 哇你在後台當stuff嗎 天啊救命 這麼好 我當時去現場的時候有很多粉絲給我發音樂福 然後發音樂福的那個粉絲他還他就我 我記得到現在 他說他說他一直記得我 因為他覺得我長得很好看就被誇了 然後就很開心 當時我在國內嗎 6月23啊我當時在國內 哎呀時間到了 那我要準備關了 我要準備關了各位晚安 我去拍個視頻 然後就 然後就 拜拜 各位晚安 然後明天呢我打算把那個Super Idol吧完 我感覺我最近就是那種 錄五一定要拖到錄五前一天才會去吧五的那種人 所以你們 就有的時候甚至拖到第二天的早上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想的 然後錄出來的那個五就 啊不行在關之前我再講一句話 就是我感覺曾經我對我的要求真的非常的高 就是我一定要在錄五之前給自己拍無數遍視頻 然後對比動作 然後完全滿意了之後再去拍 然後現在我是 就是要麽拖到錄五前一天晚上 要麽拖到錄五的當天早上 但是其實到最後拍出來的效果 發現跟之前對比完視頻之後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說明至少我跳舞跟一兩年前比 還是有一點進步的是不是 謝謝天選楊雨欣送了一個音樂棒了 好的好的 你們都早點休息晚安 然後端午安康 記得吃粽子 晚安拜拜 晚安拜拜 啦 永遠來了